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款豆沙酥饼 香酥可口,越嚼越香,一起来做吧 先来准备300克面粉,用180毫升温水搅成絮状 搅匀后,加入15克食用油,下手揉成团 一道揉面垫上,用推拉揉拓的方法,将面团揉匀揉透 这种推拉式的手法,只需4-5分钟就能将面团揉得非常光滑 将揉好的面团放回盆中,密封醒10分钟 再和一个油酥面,150克面粉中加入80克食用油,搅拌均匀 搅至没有干粉,下手揣面,将油和面充分揣均匀 整理成团 盖好备用 揉面垫上,撒一层干面粉 先取出水面团,擀成一张圆饼 放上油酥面,包起来 收口捏盐,防止干的时候露酥 熟面垫上,多大一点干面粉 先用擀面杖,从中间向周边按压面团 让油酥分布的更加均匀 翻个面,继续按压 再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好以后,从底部卷起来 拖一下,让它粗细均匀 变成等分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将两侧切口捏合 再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放入豆沙线,包起来 全部包好以后,表面刷一层清水 打上黑芝麻 最后擀薄就可以了 擀的时候两面擀,这样两侧面皮薄厚一致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微热放入饼皮 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好中小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这个饼需要中小火慢烙,反复翻两次面 这样烙出来口感更酥 烙至两面焦黄,边缘发白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豆沙酥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小饼,颜色非常漂亮 一次开酥,简单省食 新手也可以轻松做 吃起来香甜酥脆,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